雨水不断灌进隧道内 英国东南部肯特郡泰伍市隧道内 整条轨道泡在水中 受当地连日降雨影响 从伦敦市中心圣潘克拉斯车站 到肯特郡爱贝斯费特车站之间隧道大烟水 这一烟也让连接英法的跨海高铁欧洲之星被迫停摆 只是淹水状况一直无法排除 欧洲之星随后又宣布30号所有班次取消 导致上万旅客行程受阻 从伦敦到巴黎车站大厅挤满旅客 年末假期想改搭其他交通工具也是一票难求 上万人假期恐怕因为隧道淹水泡汤 事实上不到十天前 欧洲之星才因为法国员工罢工 在耶诞期间短暂停摆 没想到跨年又遇上天灾 度假心情也跟着泡汤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